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路德时事新闻分享节目 现在是这个纽约美国东部时间9月13日 我这一还打错了 不好意思 那现在这期节目是由我跟RL先生给大家来一起分享的 好那今天呢 这个德国之声啊 可以说是很不寻常 连发了两个突发 而且呢还是用了大红字对吧 那德国之声中文网呢 那显然也是非常懂这个中国国的这个文化 那一个要么是搞大字报 要么呢就是红红呢就表示个喜事对吧 红白事嘛 那反正这是中共国对于大事的一个看法 所以说呢为了吸引着中国人注意 哎他德国之声这个很有意思啊 用用你的这个手段呢 来给你进行通知 那他今天说是哪两件事情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 好就是这个 就是说呢这个德国国防部长这个皮斯托里乌斯 周表示啊 这两艘德国海军舰艇呢正在穿越这个台湾海峡 这是这个22年来这个德国海军的首次穿越台湾海峡 那这件事情呢 实际上呢我们过去啊 在这个节目里面已经铺垫了很多次 其实呢就是等着这个它真正发生的时候呢 咱们开心一下高兴一下 而且呢也证明出了德国呢 它到底有没有决心 因为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呢 它这个节目嘛 它可以前面说 但是它最终不做对吧 其实呢为什么我们这次有点担心呢 实际上因为我们过去的 这二当然只是只代表我个人啊 可能路德先生没有这么想 但是呢我们过去这十几年二十年来呢 我们看到过去大家对中共国这个软 这个有点是偏软啊 这因为毕竟大家要做生意嘛 所以呢只是口头上说一说 然后给你打两个虚伪的嘴炮 或者给你搞一个非常没用的 这个这个关税战对吧 或者是那个贸易战 实际上呢最终什么问题都没解决 结果呢什么事情都没做对吧 好但是呢德国这次还是很不一样 其实呢我们今天为什么担心德国呢 因为倒不是说我们觉得 德国人他有什么问题啊 主要是因为呢这个德国呢 他毕竟在这个中共国 这产业太多了嘛 你想这个这个大众啊 这个还有这个 还有包括那个奔驰啊 你想这个BBA对吧 这三个车型 哪个中国国人不把这个东西 当标志性去去炫呢 对吧 那他搞了那么多 实际上呢 那当然了 那德国肯 那德国肯定会怕 对吧 那你说我要是搞了这个 台湾海峡 那到时候把我的车都没收了 那咋办啊 对吧 那肯定他 我相信这是很自然的 他如果有这方面的担心 好那我们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 哎其实这两个事情 还是有点息息相关的 就是说美国贸易代表 这个已经最终确定 中共我对这个中国电动汽车 太阳能半导体 钢铁 进行了这个大幅度的这个关税提高 实际上呢 刚才在我跟这个路德这个节目里面 其实也讲到 当然路德是从一个别的角度去切入了 但实际上呢 我的角度是什么呢 比如说 如果从大 大空观这个角度来说呢 路德说的是正确的 那我们从一个细微角度去出发 就从一个细节角度出发呢 我觉得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说他这个三点 他这些所有的他卡的点啊 其实都是卡在 中共国很有可能 对这个美国发动着超线战点 你看不管是电动器 太阳能半导体 我们可以从这些里面过去看见什么 美国对吧 最近很关注 过去很关注这个能源问题 美国呢 很关注半导体 因为半导体会决定AI 美国呢 也一直很关注钢铁 你看这个铁锈带 一直就是美国 他这个所有这个拉票的 一个关键的一个据点 那他在这方面提供了 大幅提高关税 无非就是打了这个 中共国所有的这个七寸上面 对吧 所以这为什么 德国他会给你写个突发 这个中文置身 因为这件事情肯定是重要 如果不重要的话 他不至于给你搞一个 这个大标题 对吧 那不就变成华众取宠 变成小丑了吗 如果这件事情不重要 好 那这件事情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是什么呢 美国我们都知道 他是一个西方联盟的老大 对吧 之所以过去很多国家 不敢擅自对这个美国 不敢擅自对这个中国国 开打口炮 或者开战一个重要原因是 因为美国可能不太同意 那因为美国过去 他是有贸易 而且他还没完完全 把这个中国本人吃透 所以说呢 他过去美国的策略呢 是说通过我跟这个中国国 做贸易去解决 那中国的这个社会问题 结果呢 这一步呢 没有成功 那所以说呢 这个 所以说呢 那因为美国他有大表态嘛 但有这个大表态之后呢 那行 那我剩下国家 我不敢去做 但是呢 现在呢 美国他带了这个头 对吧 因为他发现对中国 中国我改变没有成功 那我只能最终选择 用各种方式去消灭你 对吧 那好 他用这个事情 实际上我相信 德国他肯定也明白 你到你中国国 他不敢对德国怎么样 对吧 只有你德国对中国国 怎么样的份 因为呢 你想他把这个中国国 这个汽车给block了 对吧 或者说你这个 那你跟德国的生意 跟欧盟的生意 你还做不做 对吧 所以说呢 但是呢 欧盟呢 其实呢 他也已经搞了征税 所以说呢 就是说中国 也是拿德国 没有一点的办法 所以说呢 这个德国也是有底气 做这个事情 关于这个事情呢 这个RL先生 您有什么 其他的补充的一个看法 这个 首先啊 这个是有标志性的意义 德国海军是在二战以后 你看是第一次 以前德国海军总是 德国的那个国防军啊 总是不出欧洲的 对不对 在二战以后 然后你看 这一次就突然之间就是 穿越台湾海峡 而且之前也已经放风了 说一定会穿越 一定会穿越 然后很多还 还那个 不行 对吧 还以为 怎么怎么样 就是说德国不会 还德国和中共 都搞得很紧 那么 所以说 这一次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 德国的转向 也已经是很平线了 而且 之前还说到 就是德国的那个经济 其实 说讲到底 德国 它其实 最大的 鸡蛋 就是那个 三大车企 对不对 它其他的一些 什么产品了 什么的 包括什么 就是 就是那个 很多工业产品 它的那个生产线 比如说工业的 制造链上面的一些生产线 还有就是什么 发电机 西门茨的发电机 然后 这些东西 其实还是一个少量的 一个 跟它的汽车销量 比起来 它 它不算什么的 而且 它那个 德国的那个高铁 对吧 西门茨 在中共国 跟中共国合作 已经被偷了个差不多了 然后一脚被踢掉了 对吧 这也是 这也是一个 很惨痛的教训 然后 在它 穿越 这个 台湾海峡之前 萨茨茨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注意到 就我 我也提过好几次 就 大众要 已经要关工厂了 而且他们的那个 汽车销售量 下滑的很严重 所以德国也看清楚了 说你 你再怎么搞下去 你那个东西 也已经不行了 而且中共 欧共国的那个经济啊 也已经是一塌糊涂 因为他自己 中共国的那个 呃 老百姓 他大部分的民众 他吃饭 还房贷都问 成问题 还怎么买车 而且要知道的一点 很呃 就是说 但凡什么事情 消费 都要回归理性 因为车这种东西 在呃 北美也好 在欧洲也好 它这个东西是属于一个消耗品 它不会像中共国 我国人是属于一种 呃 我是一种 我买的汽车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就就不是这种一个 不是这种概念 所以说 呃 在欧洲 或者是在美美 它的那个汽车销售 它不会就是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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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概念 都会回归为理性 呃 消费 都会回归成理性的 所以 德国人 我觉得这三大厂商 也应该要认识到这一点 就是说 再怎么样下去 你不要把所有的宝都压在那个里面 所以 你看 大众也开始 87年来 就是说 本土的工厂 第一次关闭 它 它这个样子的话 就是说 它肯定是要有一个阵痛 呃 但是一切事情都要回归到理性的 呃 包括你企业的发展 也好 怎么样 都好 所以 呃 我觉得德国也是认清了这一点 对吧 然后呃 包括就是呃 在呃 今后就 中国肯定是要 呃 被解体的 呃 肯定是要被被灭掉的 然后 中国的这个市场 也是要回归到理性的 呃 不会再有说什么 像大家一窝蜂的 爆炸式的呃 消费啊 或者是怎么样 都都不会有 呃 都 这种东西 当 中共灭掉以后 一切都会 呃 去平稳 因为现在 包括这几年 就这十年里面 看到了很多事情 有些很多的那个 呃 现象是反常的现象 为什么反常 就是中共在里面做要 好的 好 实际上 我们从这个 如果我们这个认真 研究过 这个德国这个国家的 这个历史啊 虽然说呢 我们可以说是什么了 德国这个国家 由于他这个地理位置 还包括他的整个 这个人文因素的影响 他呢 其实是很容易走弯路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 德国他这个国家 第一 他没有出海口 所以说呢 他毕竟就只能搞一个 城邦文明 其次呢 他又是处于这个 中欧地带 对吧 你东面是一个 一个宗教 西面是另外一个宗教 宗教体系 所以说呢 就导致了 你肯定会有一系列 这个思想的交融和冲突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马克思也是诞生在这里 但是那么多哲学家 也是诞生在这里 对吧 那按理来说 那马克思他提出理论很邪啊 那为什么还提出很多善良 他也是德国人呢 这是因为他是 这是由他整个这个地缘决定的 但是呢 你会发现 他每次走完弯路以后 他都得纠正对吧 你别 千万别 大家不要以为啊 说中共国跟德国 德国当年是什么 群情激昂 只有中共国 我快发现 为什么中共 我现在就没有点明白了 中共国当年是描述 德国是什么 是感觉是全民族 这个群情激昂 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 其实你去看 德国当年历史啊 是因为当时 你只要敢说 希特勒不好 或者说纳粹水不好 你是要被镇压 是要被关进去的 所以这就为什么 给了我们一个假象 好像德国人很团结啊 好像非要发动二战一样 那肯定有一部分人 是希望这么搞 但并不是代表着 德国所有的人 德国的理性的人 他都会最终 也会回国到原始 知道我这么做不对 对吧 但是呢 德国老是喜欢走完路 这是由他这个 这个是由他这个地理位置 和他这个民族决定的 所以说呢 我们也不要觉得奇怪 前面为什么中共 这个德国啊 跟这个中共国合作那么好 怎么现在又撤掉了 就像那个 之前我们可以看 大众的 还有包括我们说 这个大众车厂 千万不要以为 大众车厂 什么奔驰车厂 现在离 那个就是什么 就好像像离不开你啊 实际上 我就非常同意 就是刚刚这 阿阳先生说的一件 他现在你看这个 他的销量一直在减少 而且现在这个汽车 未来改革 一定是一个必然的 也就是说 你现在我们就算 把所有的车子 都烂在你 这个中国 无所谓 因为他第一 他也卖不出去 其次呢 这个未来 他这个车子 他肯定将来是要淘汰掉 他又有新的升级的 所以呢 这对于德国来说呢 他因为他也看明白了 因为无所谓了 所以呢 他才能做这一步 好 那现在这个节目呢 我们就先进到这里 那欢迎继续持续关注 这个路德社的这个 继续的这个节目 好 再见 再见 按摩